香港的平均雨量大概是2300毫米 在廣東省範圍內是1500至2000毫米左右 不過雨量每年的起落是很大 例如1963年雨量低到900毫米以下是一次大旱 當年就是嚴厲濟水 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 提到最近幾年 2011年的雨量是半世紀以來最低的雨量 是跌破了1500毫米的水平 根據香港天文台的氣候預測 在未來幾十年雨量仍然可以跌到很低 去到1963年大旱的程度 香港集水區收到的雨水 是供應香港食水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正常年份大概是供應到香港需要的三個月到四個月 雖然我們夏天的雨水充足 但是我們秋冬季雨水很少 所以我們一定要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 儲存足夠的水 讓我們可以熬過秋冬天的漢龜 自從1982年開始 香港再無濟水 所以很多年青一輩 是以為流水喉就有水 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其實我們是靠東江水撐起 才有這樣的用水 但是過去幾十年 朱三角和東江流域的經濟發展 和人口增加 再加上城市化 那個用水是需求增加得很快 東江水開始不能符合 再加上氣候變化 令到雨水的穩定性降低了 所以我們要及早習慣節約用水 以防將來1963年那種旱災再來的話 我們能夠和朱三角和東江流域的人民 一同面對缺水的情況 夏天天氣這麼熱 大家可以穿一些輕便一點的衣服 這樣就可以減少洗衣服的次數 順便便省多點水 大家可以留意水費單 看這個圖 就可以看到自己用水 有沒有增加或者減少的趨勢 接著這個位置 就告訴你 你家裡每天用多少水 我這裡就看到是用121公升 除我家人頭兩個 就是每人每日60公升 就低於全球的平均數110公升 所以我就已經做到省水了 那大家做不做到呢?